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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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白了吗 像他这样的话 需要多少张小张子 念到好为止 就是一波一波这样 21张21张念 好的好的 他的病不中的 我看他念89张就差不多了 好 四十台张开始 然后他还需要注意什么呢 在修心上面 修心一家都不能太自私 人家魔王都说了 一家都不是好人 你听得懂吗 连坏人都说他不是好人 那你说他坏的不得了了已经 一定不能自私 听得懂吗 因为我们都觉得 他们一家都做了很多很多功德 所以说我们就一直不太理解 为什么他们在家都会做 你怎么这么愚痴的 一家都做了很多好事情 那是现在 他过去做了很多坏事情 你都不讲了啦 哦 是的 抓到监狱里的人 拼命地做好事啊 他在监狱里犯罪啊 哦 是的 讲的 惩罚的是他的过去啊 还不懂啊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嗯 然后他是从台湾法会回来才这样的 这不是跟他就是平时非业有关系呢 台湾法会回来很好 过一段时间才不好的 你去问他 哦 嗯 嗯 我跟你说 嗯 回来之后 沾沾自喜 身体好了 嗯 情绪好了 或者就读人的时候 或者就又开始动小脑筋了 又懈怠了 台湾这两天静碰到那些 刚刚修得好一点 各方面都顺利了 马上又不修着孩子了 听得懂吗 哦 听得懂了 嗯 嗯 好的 嗯 谢谢台湾 开心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